就是说这个会议留会 讲完应该知道 事前都知道 对不对 事前都有经过沙盘推演 都睡好的 市长他们的党部主委 还有议长 还有国民党的议员 一定事前就讲好了 就是说今天的专案报告 就让他留会 所以真的 讲完不要两面手法 一方面好像把专案报告提出来了 想要做报告 但实际上人是缺席的 的确因为今天这样的状况 真的觉得匪夷所思 怎么会当了一个台北市长 面对这样自己市区 辖区内所发生的事情 竟然不敢去面对 那老实讲 一般的民众会如何看待 市长不就是要负责吗 那这样子的保护的结果 会对讲完会有帮助吗 妹妹姐你们怎么看 台北市民恐怕无法接受 选出来一个市长 结果竟然是如此 是一个妈宝市长 蒋万安在选举的时候 他非常喜欢用三宝霸的形象 来赢取选民的认同 结果今天面对凯凯的死 是这样子的归缩 保姆 事故地点 是在台北市 你去看民意调查 许多人认为 最要负责的是台北市 结果你龟缩一起来 那这里面为了什么 我就第一要问的是 台北市你们这些 国民党的议员们 你们的老板到底是选民 还是叫做国民党 叫做黄驴锦炉 黄驴锦炉凭什么指挥你们 你们不必对选民负责吗 一个孩子死在台北市 首善之都 然后有这么多的破洞 这么多的漏点 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家长 很害怕什么 他们怎么找到一个 合格合一的保姆 这个是发生在台北市 那访试是访试的真的吗 如果去有好几次 可以拯救的机会 包括最后一次 保姆只说 确诊了就不去 你可以不改成不定期访试 突然间去 你才能看到真实状况 如果你们真的有 确实去执行的话 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责无旁贷 但是我们非常对 台北市政府失望是 你看看台北市政府 一开始的态度是什么 他一开始只辛苦一顿 说我们有问 这个12月25号就知道了 我们请示中央 要不要开会 这样我们回答说不适用 对不起 依照现在规定 就是黄珊珊讲的 你自己就数住 因为重大而虐 这种致死的事件 十天之内要通报 你知道吗 社会局长只要通报上去 会上到副市长 上到市长 然后只要副秘书长 上层级 自己就应该召开 这就是为什么薛若远说 你根本不必通报 所以第一尾过 混淆视听给中央 你们是地线 你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结果如果这件事情 第一 如果蒋万安 直到最近才知道 那我就必须讲 整个台北市 你们是一盘散沙 路市整盘都冷起 如果你早就知道 而你不处理 你就是个无能事长 然后东窗事发 被发现的这件事 被爆料出来之后 你第一个想法就是 尾罪给中央 然后再说 我没有共青必蜀住 然后接下来什么 被骂爆了以后 好了 现在妈保市长 就要靠着议员们 哎呀 不是我不愿出来 专案报告 是议员们留会 我没有办法 搞两面手法 对 两面手法 而且我认为 这里面第一 因为可以发现 台北市太多的错误 不敢面对 怕接下 讲完这漂漂亮亮的 假面之下 原来是这么的无能 我们再讲第二件事情 请问一下第一线的 一定是新北市政府 跟台北市政府 是吧 对 中央是第二线吧 你看看中央速度多快 你看看那些国民党议员 在立法院多凶悍 中央过来报告 中央也是最先 最快道歉的 对 反而是讲完后面才道歉 我问你 中央如果要最清楚知道 是不是应该是在 第一线的双北的政府 先送双案报告出来 请问到现在有没有 到现在我们看到了什么 好 然后台北市多糟糕 12月25号孩子就走了 3月13号开第一次检讨会议 3月20号开第二次 请问今天几号 我跟你说 文件不生出来 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写 要怎么缺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是 无视于市民的付托 无视于这件案子 震惊的社会 无视于一个凯开的死亡 撕裂了多少父母们的心 也无视于人们的害怕 害怕找不到好的保姆 害怕说这个制度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你就不给 我们的市民一个交代 那为了什么 因为蒋万一上未来的希望 是个少主不能蒙成 他要走的是什么 马英九第二的路线 阿嬷头水水 清清清清清 一切都是切割 都是别人的错 OK 所以要过度保护 可是过度保护 结果是什么 你以为进到吴俊氏里头 他就会变成 身强力壮吗 错 你反而让人家看清楚 你就是一个事前 你根本无能 事后不敢面对 自己不敢面对 还有托所有的议员下水 来护航你这个马宝市场 蒋万安够了 我觉得你可能这样子下去 会没有未来 国动哥 我们看到国民党这样 全力保护蒋万安 不让他连报告都不愿意 之前说连个道歉 也这样推三组四的 那问题是这样子 对于蒋万安的未来 会有帮助吗 台北市民会怎么看待 这样的市长来 联系这几个案子会对蒋万安造成很重的伤害 对他未来的政治前途等于是一个大考验 我相信一个有当当的市长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就是要展现他危机处理 让全民来看他怎么面对这件事情 这是最好的机会 你不是只是面对民进党的议员 不要这么狭隘 你等于说这个议会是代表全台北市市民 我是要面对台北市民来讲这件事情 就算是民进党的议员 在野的议员再来杯葛 你让他们杯葛 我市长愿意面对 是你们杯葛我 结果你好了 是你自己同党的议员 把他用流费 不给你去做报告 前天你这天都变过来 照到底讲 你国民党议员想要护航他 你们全部在议会里面 听市长不做政案报告 在野党的议员要闹的时候 我们去阻挡他闹 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可是政治人物有说台湾的政治人物 跟我们想的都没什么样子 我们是不是想奇怪 这不是最好的机会吗 每次记者拿麦克风问他说 就是我们尊重议会 然后我们就要三方黄制机制要建立起来 然后中央要跟怎么配合 他讲的大家都听得对对对 那先来议会报告给大家听 他又不肯去 怎么这样 就是肚子没东西 政治的力量不够 这是最好的机会 你第一任市长 不过才刚一年多 你就是有什么地方 吹吹人家会原谅你 没有天生就是干市长的 他需要磨练 这就是你磨练的最好机会 结果你放弃了 然后之后还要讲 遵从党团安排 还是怎么样 我也搞不清楚 你这种话等于是会话 前台北市民 你的得票率高成那样 人家投票给你当市长 除了你形象清新 大家相信你 对台北市的治理 一定有一套方法 结果看起来是 啊 拆交你拆交啊 我不好意思讲 妈宝 那是对一个政治人物 最大的一个羞辱 我们拆交就拆交啊 这种机会 一闪就过了 你恨不得赶快有机会 让你到议会来讲这个事情 但是我相信 他是很怕 因为里面他的社会局 处理这个事情处理不当 他很怕 我发现他有一点跟侯友宜 当时那个 西北市也是这样子 刚才说他在维护他那个消防局局长 维护他那个教育局局长 社会局长 我就觉得奇怪 这些国民党你这些市长 怎么都同一个脑筋呢 权力护短 你就应该要站在面对市民嘛 是市民支持你的 不是你的局处长支持你的 你应该要出来讲 哪里不对 我就要处罚他 今天讲话 如果站在议会讲说 社会局处理不对 我已经检查了 要惩罚他们 惩处啊 有市民跟你鼓掌耶 他就担心说 我这样一讲的话 就把这个凯凯 按整个燃到我肩膀上了 保护自己的官员 好像民进党中央就给他闪过了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跟我们一般正常的想法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说 国民党你们这些市长 如果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 同样是这样的思考的话 人民怎么会不惰气你们吗 对不对 你就再怎么样高票 得票率高 也没有用啊 你慢慢就 鼓咖的手踹啊 让市民看破说 当时这票投错了 当时实在不应该 以为他外表这么清新 结果他什么事都不会做 你跟他联系几个事情 刚刚我一下多讲一句 重讲 他敢去解约吗 他也敢解吗 他得罪了起郝龙斌 得罪了起前面这些 这个集团背后的集团 所以他说一切依法编列预算 对 他就继续编啊 他完全不敢动 我多讲一下观众 可怕不是在说 哎哟 后面是共贪污污污污污 还是说 这个陈崇文他们到底污了多少钱 钱还其次 人民的纳税金还其次 他如果真的像威胁这样子讲说 要把你断网 断信 台北市警察局 你们要提早规划 你不要变成停摆 变成台北治安的一个空窗 监视器 我们在抓人物 我们在交通违规 车祸全部都监视器 断信停摆 那时候到台北一塌糊涂了 那时候好 那时候是国民党摸名倒灰 讲话你怎么对得起台北市民 对 我们现在台北市的监视器都好用 这种细小细尾追捕人犯 交通处理车祸 全部都说 你现在好了 人家厂商掐着脖子 你们不自动 断网 大家都吊吊 跟台北市民都有关系 陈崇文昨天收押 他不过只是整个案子里面浮上来了一点点而已 冰山之一角 他所设案的情节 当然必要 必须收押 我们昨天就讲了 他会串政的 果然法院也收押了 但是我们就奇怪 刚开始的时候 北院为什么200万交保 法官 毕竟都是法官 为什么这个法官 就心来好 自由心 心里这么慈悲 200万交保 我们现在发现 问题不是仅仅议会 这个背后的政商关系 大到 是不能掀开的 一掀开 我在这里公开讲 他的政治风暴 会大于这个案情的本身 那个引爆起来 那是巨峰级的 然后我不客气讲 这里面没有内鬼吗 师傅里面没有内鬼吗 没有内鬼 但靠一言是成不了大事的 一定要有内鬼 一定要内鬼跟台志光有勾结 然后这个内鬼要怎么去办他 那是你讲师傅要办的 那已经跟陈崇文这个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说这个案子 政治风暴开始形成了 如果陈崇文高喊 我最好笑的就是这件事 陈崇文被约翰逮捕的时候 政治追杀 司法迫害 他监督太用力了 他监督台北市警察局太用力了 所以被这样的证实 那我现在就要喊陈崇文 也许你现在听不到你收押了 你敢不敢讲 我们要去赌陈崇文敢不敢大爆料 既然是政治追杀 司法迫害 你就公开出来讲 里面内部 这才叫做Q小 这才叫做你是重量级的议员 结果你被押了 只敢高反司法迫害 政治追杀 那是什么政治追杀 是谁追杀你 讲万安是你国民党他追杀你吗 还是朱立伦追杀你 我们就搞不清楚他是谁追杀他 你台北市是国民党在执政 你是国民党的议员 你在这里替厂商在这里追加议算的时候 那国民党的市长追杀你吗 所以有这话让人家觉得说 真的无厘头到你的爱求 如果你讲说这个案子 很多问题我们必须要来 无网无网来凑清楚 我愿意说清楚 那我们还可以相信陈崇文 你做个重量级议员 大家来看你怎么解释 但是你这一喊那些口号老口号 不要让那么恶心 人家听起来说 你吃到这种地坊 金流你都讲不清楚 两千三千万你都讲不清楚 你还要喊政治追杀吗 问题一大堆 我们看到 那现在当然就说 因为柯文哲已经卸任了 那现在主题逝者就是蒋万安 这个蒋万安敢解约吗 蒋万安敢解约 我认为蒋万安到目前为止 不表态就知道答案了 对 他什么都不敢做 因为我们看到刚才案子 他就是他就任的时候 陈崇文才胆敢设了一家公司 就在他任内 那我这样讲 他可以解约 当然可以解约 我们来谈第一件事情 他们当时的原版的合约 要投资金额是多少 总共投资金额要高达的是多少钱 250亿哦 来来我们11代看这个数字 第一件事的猫腻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案子呢 他是在2011年拿到的时间点 就是台通网拿到 他拿到这个标案 而当时实验正好是 他决定要去上市了 大家就好奇 上市这件事跟这个标案 什么关系 对不起哦 上市股价重沽哦 你可以想象这个事情一旦发生的时候 他的股价会得到多少的吹捧 这时间非常巧了 第二件事当时他们说要投资250亿嘛 有没有投资到 最后我们看一下 他股本剩多少 到时候最后股本只有22亿元嘛 从2亿增加到22亿 有250亿元啊 什么时候你看到的 22亿等于250亿 告诉我嘛 你合约不同 第三件事情 最关键的 他要在4年之内 达到所有全台北市民 8%的人都要使用嘛 结果有吗 结果有吗 因为我要说一下 这个案子一开始 并不是针对警察局 这个案子一开始 并不是针对台北市政府的各部会 他是针对整个台北市 他是针对台北市 因为当时地下道完成了 要挂光纤 所以他有个计划 他是要把他是光纤入户 请问一下 最近请问台北市民 你有谁是用台东光的 有吗 没有吗 只到台北市府 你只光这一条就可以解约了 好不好 因为你的合约 原始合约 我们现在不要讲警察局 那是柯文子 我等我再来讲 那讲完什么都不敢做嘛 是不是 因为这可能背后是 是他们同集团人的利益吗 开什么玩笑 而且你有趣的事情是 请问一下 这个朱家什么时候撤离台东光 2016年 这个标案结束了嘛 股票上涨了嘛 就离开了 离开时间点 是这个标案上市完了第二年 第四年就离开了 2020年 2016年离开嘛 这里没有猫腻吗 所以我们回到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们一届回到合约 合约四年之内 要达到8%的民众 有没有 没有嘛 现在都多少年了 现在使用数可能低于3% 只光这条就可以结束了 第二届你投资金额要到 这个当时说的250亿嘛 合约上面讲了嘛 250亿大家去查到合约 合约就你只要 都没有达到 那讲完应该要解约啊 对啊 就解约啊 好 我们就回到柯文哲 柯文哲卖嘅笑啊 我怎么讲一句话 当时你要建制2017年 要求警察局 全部都要曝光签的时候 你就要审视合约啊 合约告诉你 因为是当时的投资金额 不到250亿啊 这第一点啊 第二解释的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拿出来 直接到议会讨论了 因为这东西是跟BOT 你要交由议会 那就跟议会讲一件事情啊 这一家厂商当时要求 在2016年达到全台湾 全台北市8%的 土局里面有到 我们现在准备要建制警察局了 请问一下这个案子 是不是要经议会交给台智光 你可以公益啊 当时你的声望多高啊 物大弊案啊 大巨蛋啊 倒叉吃人肉啊 而且在职业 我以柯文哲的智慧 他会不知道抬头光 后面有个股东 是朱家的吗 会不知道吗 一定知道嘛 那时候你再提出来打说 你看国民党在好龙兵时代 因为他最爱打好龙兵嘛 尤其大巨蛋把好龙兵 打得没咪罵嘛 讲一句话 好龙兵要不要讲清楚 你跟朱家关系如何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